Hello 大家好 Hello 我是 另外自野史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我是很青年圖導室的Alex 我是很青年圖導室的金仔 你好 其實我們 其實我們想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們是有些認真的 我聽完之前兩個講話之後 覺得好像有點不合 不過 認真有認真講 可以Casual有Casual講 我們先試一下Casual 我們講到如果是那些位置 我們都會認真講 其實可能是表達形式不同 我覺得可以澄清一點 他們經常說我是會考最高分的 我不是最高的 應該是第二 但是我A-Level 第二個公開試的成績 是一般的 肯定不是很高分的 我指著這個澄清 所以 其實 我 我 不是很清楚現在的心理壓力是怎樣 就是 說回一些 不是啊 劉浩軒 不關你的事 你走 你沒有考過A-Level 沒有得計算 沒有得計算 輪流 但是 現在應該在香港 Drupal升學的國位 應該是一次的 那 我的想法是 其實很難以想像 那種壓力是怎樣的 因為 真的 一試定生死 如果是 用Drupal升 當然 剛才劉軒 分享過 講過很多 阿蘇的方法 現在也懂得用 但是 我覺得 其實我們講 或者 金仔講 其實是 始終是 有一些格幕的 會有一些不同 而 我認為 這件事是無可避免的 也跟這次的主題是相關的 就是 我們這次想嘗試講的 後疫情的時代感受 那 我嘗試解一解題先 那 其實 這個題目就是 暗示了一件事 就是 我們似乎是 經歷了一些事情之後 時代不同了 所以 才會有一些 所有的時代感受 如果我們是 身處在同一個時代 其實我們不會討論 什麼叫做時代感受 因為 沒有意思的 就是我的事情 和你的事情 而這個題目 其實就是探討 如果有一件事 叫做後疫情 我們之後再講 其實我們可以 怎樣理解的話 那 帶來的時代更換 之後的感受是怎樣呢 其實 也都是 好像 即是 跟各位 如果是 這些同學是 就來DSC科目 好像是星期三 沒有記錯的話 7月20號 其實 你們那個 起碼在學習上面 的時代感受 跟我們的時代感受 是應該是很不同的 是 起碼我們是 是 經歷過兩次的心態都不同 即是 我 其實很多事情 分享 如果是 說回以前 A級 考試 或者是 回考的階段 因為以前 其實我回考 都是很差的 第一次回考 我只有 六分 所以 我是 一個 重複 多過 我 多過 多過 你少少 多過 你少少 又是 中學 中一至中三 都近乎沒有讀過 其實中四五都是沒有讀過 所以 其實 為什麼 剛開始 聽完他們 朱文 和阿謙說 我又想說一些 生活體驗 其實我也是 差不多 是 去到 大概是中五 重複 補習社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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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裏 老師反而是驚訝 有實力 我所有的底子 是重新在那裏 打好 所有的 所有的 學科的底子 還在生存 因為 有些應該沒有了 對 都是某些大型 那些鵝鎖 那就免得 那間應該只剩一兩間分店 好 不要再說 所以不要再說 所以 所以 我有時 就是 在想一個問題 就是 亦都貼題 就是 亦都包括我現在的生活體驗 我現在都在教授 那 就是 和阿謙一樣 那 我都 有時候很疑惑 究竟 現在的同學 就是 怎樣讀 就是你想想 疫情 開了一個Zoom 你是完全 跟社群脫離 就是 你沒有辦法 面對面 跟其他同學 去同志 一起讀書 譬如 我們想 讀書 一起讀 才開心 阿謙都這樣說 就是 我們都會這樣認為 但是 你現在哪裏 找一班友 有班朋友 跟你一起讀書 你見面都很難 因為 你都沒有辦法 在社群體裡 建立到一些 雙屬的人 不找一些雙屬的人 回來才讀到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種孤身上路 其實很難捱 我自己覺得 所以 這個疫情 那個時代感受 我作為一個 即不是 已經不是一個考生 即是一個 是 反過來 變成一個 或者變成一個 老師的角度 來說 有一大部分 是很同情 因為有些同學 他會跟我說 打電話給我 我四個幾月沒有出外 我頭髮都沒有剪過 我每天都在外賣 我問你怎麼搞 即是 不知道 所以大家的情緒 都頗為混亂 所以那個 疫情的感受 是 我會覺得都頗為固 特別是 現在教書很辛苦 即是以前教書 你在麥台下一堆 你在上面講話 有反應 其實很爽的 即是 這個部分是 表演 亦都幾享受 去 即是 帶一些新的訊息 給大家 這樣 但現在呢 即是 即是 真是 所以說 自己跟 那個攝影機講話 自說自說 即是 我和你現在兩個都在這裡 還好 即是 有時候 對於Zoom 即是 教那個人呢 其實都覺得自己 好像 傻仔 即是 即是 你對著那些機器講話 他又沒有反應 即是 反應只不過是 大家 隔了很多層 在那些 有訊息 你現在還會開玩笑 因為 我聽 很多教書 我現在沒有教 但很多都是用Zoom教書 其實其中一個 最不自在的位置 就是 不能去開玩笑 開玩笑 照在教書來說 其實挺重要的 因為你是 即是 引到 學生笑 其實是 他們給了一種反應 是啊 但你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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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因為 如果沒有人回應 是很尷尬的 即是 你搞個爛笑 別人覺得 你的笑話很爛 那你也起碼有人恥笑你 即是恥笑也是一種反應 有時候會的 但有時候故意說一些 其實你也知道是很難的 但其實都是一種 互相 所以 所以這種 自說自話 那個孤獨感 特別 你不是在 教授 那時候出現 是教完 一落堂 你一走出去 你會覺得 我今天 教了都六個多宗書 但我做過些什麼 我不知道我做過些什麼 就是那個感覺很強 我沒有什麼去 建立過些什麼 那個感受其實是很強的 所以 反過來 這個是我疫情中的感受 當然現在其實是疫情中 那 同學又怎麼想 或者 調轉另一個角色 所以 這個位置我不太想像到 兩三年 兩三年 就是 DSE 這樣說 長話短不短 但其實都很黃金時期 你想想 如果我們那時候 在中大讀書 兩年時間 看的文 其實可能 好像阿軒這樣說 可能 看的那些英文的東西 是我們一輩子 那麼多的了 我想 金仔說了很多 他的一些 切身讀書的時候的事情 其實我也有些想說 我覺得 有些抽象的 跟今天那個題目 但是也有關係 就是說 我說回多一點點 你們經常在那裡 恥笑我 跟另外一位成員 是高才生 那麼我覺得 我也有反思的 就是 的確我在 會考的時候 的成績是 就是 算是不錯的 就是那時候 二十幾分 是算是 不錯的成績 那起碼可以原校 升讀 就是那時候 滿分是三十分 那二十幾分 那都OK 基本上 十四分 十五分 就一定有中六讀 那但是 我的 剛才說過 我的 高考的成績 真是一般 就是剛才也跟你們說過 其實我應該是 在剛才說過 那些 就是不記得 阿劉軒 因為他沒有考過 之中 其實我應該是最差的 那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我 我覺得我自己 為什麼在 會考這麼高分 的原因 就是 其實我不是真的 我不是真的 享受讀書 或者怎麼樣 而是我是覺得 讀書 這件事 是我獲得 成功的 或者獲得認同 或者其實就是 在中學的時候 給我的價值觀 就是這個就是我 成為一個成功的 學生的一個準則 是 而我又沒有其他 興趣 或者沒有其他的選 或者好友 令到我有其他 其實 我又不是怎麼做運動的 打球 踢球 我又不是怎麼做的 那就是讀書 因為我讀書 也可以嘛 那就是讀 讀 讀讀讀讀 讀得幾好 那就完校升 那為什麼 去到A level 成績差呢 或者成績不好 不叫差 起碼都可以升到大學 就是這樣 就是因為我發現一件事 就是我真的不喜歡 讀我想讀的東西 而 我是有 我是 我是 不知道為什麼很快 就已經意識到 我是讀理科的 那跟著之後 你知道很典型的中學 那個想法就是 如果 你是成績好 就應該讀理科 那如果你成績一般的話 才讀文雙科 是一個很典型 也是很錯誤的想法 那但是 沒有的話 那我成績好 那我又 其實你想想想 一個初中生 已經要決定文科理科 我是一個很反對的 現在其實也很反對 現在好像好一點 但是我不知道 甚至乎 其實我覺得不應該要分科 即是 心敲某一種東西 你想想 我一定沒有一個自主力能力 也都不知道什麼 其實坦白說 我真的不知道文理科是什麼 就是 那時候會很多想 很多一些 所謂的長輩跟你說 文科就是背野 理科就是 用路的 但其實事實發現 所以覺得你一個人可以 有些分數上可以 是的 有能力讀理科 那就是這樣 然後我去到高中的時候 即是中六出的時候 要去面對會考 其實我真的發現自己 真的不喜歡 我那時候讀3CAMBI 我真的不喜歡 還有其實3CAMBI 都是要背重的 而其實文科 不是真的完全背重的 譬如說歷史 我其實沒有經歷過高考的歷史 但是我聽到一些同學 其實他們說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著重分析的 是 著重一個議論的方式 是的 那 我其實 在那時候 經歷過一個小小的 一個叫做 落差 或者一個 一個震撼 就是 我真的不喜歡 讀我想讀的東西 還有我發現到其實 知識可以有另外一些東西 可以追求另外一些東西 嗯 不一定是某一個準則 才是好的 那 這個時候 那我那時候 其實有點迷惘的 所以就 成績叫做麻麻 很硬地讀 那 然後 我想回一件事就是 其實 很多時候 這個社會 或者 如果我們發大些 去講 就是這個時代 有些時候 是會給了一些價值觀 來的 給了一些規則 給了一些標準 來的 你要達到一些標準 才是好 或者是正常的 那 其實 這件事情 是不是好呢 好像很老生常談 那樣 我試一下貼近這次的題目去講 就是 後疫情的時代感受 嗯 那第一 其實 這個這樣的題目 我不知道 後疫情這件事情 其實是有一些 樂觀的 我覺得這個這樣的說法 意思就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 嗯 我們 第一 就是 疫情是會過去的 所以呢 我們是會 始終會踏入一個 叫做後疫情的年代 就是 後疫情當然可以解造 疫情的 末端 那 無論你解造 疫情的末端 或者疫情的過去都好 其實你都是一種樂觀的想法 就是 疫情 始終會過去 為什麼呢 比如說科學 科學會解決到很多問題 嗯 然後 它就會令到我們 踏入一個新的時代 是 或者有些人會想法 就是我們可以變回正常 是 那我們可以踏入一個正常的時代 是 或者一個新的時代 就算不是好像之前那樣 是 但是都是正常一點的 是 但是這個想法 其實代表著什麼呢 其實代表著就是 似乎我們好像是有一些 第一就是 樂觀 相信科學而樂觀 甚至是 相信其實社會 或者我們整個時代的人 是 去著一個 較好的方向 嗯 就是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 一定是比較 一定是今天比明日好 是 是 就是今天比昨天好 明日比昨天好 是 其實情況有些時候 我們描述全球暖化 就是全球暖化 是一個趨向來的 全球變暖 但是意思不是說 我今天一定是 熱過昨天 或者明天的這一天 一定是 一定 一定熱過一天 不是 是一個趨向來的 嗯 其實這個這樣的題目 或者我們很多時候討論 後日程 其實我們也有一個 深刻有一個想法 就是 我們是一些比較樂觀 一些樂觀一點的想法 就是有些事情始終會 過去 然後變回正常 變回好 是 那 我 我覺得 有很多事情可以值得反思 那 我應該說不到很多 還有一些 應該 可能 有些深的 就是剛才阿金跟我說 想說齊宅 那樣 不是 就是 簡化了他的 那些 理論 那 我覺得可以 反省一件事 就是 第一 我們是否應該 這麼樂觀 第二 就是 我們說 回復之前 我們 將這個變成正常 其實 是不是一個 合適的想法 就是 這個所謂的正常 是不是真的正常 嗯 經歷過 其實 坦白說 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事情 不單止是疫情 亦有很多社會的事件 而 其實 切身 我不說得太過 離開你們 其實 切身 如果在座是有一些學生 就是同學生 讀書 我想你們都會面對很多這些 就是 就是 同學生移民 嗯 然後 你們會 可能 你們都會聽到一些說法 就是 其實 升學 反而對你們有利 嗯 就是因為很多人移民了 然後 學位的要求是降低了 而的確是有些大學大專 是降低了要求的 其實是降低了很多的 要你說的要求上面 對 但是那個那個 神奇的位置是 你又 即是 又要面對 哇 原來之前認識的那堆 朋友 沒什麼聲音 走了 你 你找不回他了 甚至乎有事 我也有個感覺就是 我教完學生 嗯 應該他不會回來的 那 所以我會覺得 有一種 怎麼說呢 有一種做完些事情 但是 嗯 他 沒有回報 就是有些徒勞無功的感覺 作為一個 有少少心去搞教育的人 就是少少 就是 教完些人 他都走了 那 有些這樣的感覺 所以 這個問題就是 其實這件事我也想說的 就是 構緊我們的題目 呢 因為其實 後疫情時代 其實有兩個 很有趣的位置 有兩個很有趣的概念 我想做一個對比 就是 有所謂疫情的時代 就是應該有一個正常的時代 但是 是不是真的有一個 叫做正常的時代呢 就是 有沒有一樣的正常性 或者我們會不會 好像說我們 信科學會搞定的 那 會不會 有些事情就會回來呢 那 有些事情是不復犯的 我覺得 即使不是說移民等等 那些問題 那 很簡單的例子就是 有 有幾年 沒有了校園生活 很多人都 那 怎麼辦呢 那些事情又補不回 就是你沒有辦法 再重複回去 那個 時代 那個歲數去經歷那些事情 就是這個是一個 某一個時代的青春的缺失 如果我那種青春 我覺得是幾重要的 就是 很多 人際關係的 的 的見解 或者是一些很多 就是見多些不同類型的人 那個階段沒有了 就是你想一下 因為我不是原校 升中六七的時候 對於我來說呢 轉去第二間 就是中學上升 重新認識的一群人 是很大衝擊的 就是 是完全不同的價值觀 那些人 那些人 是什麼價值觀 我幫你解釋一下 呃 不解釋 怎麼解釋呢 即是有一 就是 有些人 即是我本身 可能是 我是由Band 1 轉去一間Band 3 中學上升 是升學的 嗯 但是Band 3升到中六 那些人 原先那些人 都是Band 1 就是那個年代 是這樣的 但是問題 就是他們 不是太喜歡 你去讀書 嗯 即是他們會有少少 鄙視你的 對知識 很認真的 嗯 我會覺得是這樣 即是 你 會感覺到 你被杯葛的 你為什麼這麼認真讀書 即是 你覺得你自己 是不是很厲害 即是他們會有這樣的感覺 那但是 即是 Anyway 不評論很壞 但是他怎樣去 deal with 這些 這樣的人 的時候呢 其實是幾 幾 幾學到東西的 即是 即是 因為社會真是有這樣的人 嗯 總是我是在做一些很好的東西 也都不是傷害你 但是你就是不喜歡我 嗯 是 沒得解釋的 即是 即是 所以我那時候是 躲在兩三個 Fan 讀書 嗯 其實是 所以很奇怪 一個 一個經驗 是啊 這些 都是深刻學到的 但是 我又想說 其實這種 會不會就是 我們一直說的 所謂出社會 會見大場面的那種正常性 嗯 而這種 疫情時代 就完了 那 那 是不是會回去這樣呢 似乎又不是 那 即是好似學這樣說呢 這種 這樣的 疫情的 即是完全全世界 世界級的意外 來的 那究竟是什麼意外呢 我經常都在想 因為譬如 不要說 2015年 說 有隻病毒 搞全世界 那些人躲在家裡 飛機飛不到 兩三年 是啊 兩三年 你信不信 2015年跟你說 沒有人相信 2019年跟你說 你也不相信 即是 19年前 是嗎 有沒有錯 19年 應該都沒有人相信 19年都沒有人相信 我記得當時 我有看那些 財經的評論人 在那裡說 類似就是 年尾 然後發現了 中國大陸 然後有一些 類似很奇怪的病 那時候 我很記得他們說 其實 整天都會有這些 其實 是不是真的 每次你都拋售呢 即是他們用過財經的角度去分析 很明顯就是看到 他們是 不相信的 是啊 其實 應該真的地球上 沒有人會相信 我也不相信 即是 其實真的是科幻小說的 而其實 我會覺得 即是你說到 在疫情發生之前 大家不相信 有這件事 而其實這種態度 其實去到現在 很多人都會有 意思就是 好像剛才所說 很多人都會覺得 這一種就是一種 不是一個常態 意思就是 怎麼都會過的 就是 其實你便捱 就是 比進你捱多 可能兩三年 就是 看你住哪裡 當然 那你便會變回 正常生活 然後 其實 武格 過多幾多年之後 又會有些特效藥 或者會有些疫苗 就是完全可以100% 或者90%多 就 相信科學 就沒有問題 那 那 這個我覺得 我覺得是 幾方面 幾方面 第一就是 牽涉到科學 那 我覺得 我們未必有能力討論 其實 科學 因為真的看數據 即是科學 可以槍明去到一個地步 真的可以解決到大部分 或者起碼這一種 這樣的病毒 那 的確 你不能說的 不是一個哲學 可以討論出來 這是看數據 就是一些經驗實驗的 但是 可以討論一件事 就是 我們信的這個精神 我不說合不合理 背後其實 在表示什麼 其實 我想說 就是 其實我們始終都會 對於 某一件事 是一個渴望 才會有一個動力 去相信 另一種渴望就是 對於 以往 一種我們覺得是 正常 的想法 因為在那時候 其實就是 因為我們 譬如說 不需要戴口罩 又不需要打針 又不需要搖 就能去到一些地方 那種我們 是 覺得是正常的 嗯 但是其實 我們想 帶出的就是 其實這一種 或者甘仔所講 這一種 正常 是什麼意思 第一 是不是合理 是 第二 其實 是不是 應該要 擁抱 是 如果不擁抱 的話 我們應該去 怎樣去 處理 還有 有一個位 剛才你也提到 很有趣的 就是 我相信科學 但是我 能不能夠 因為我相信科學 然後因此 推出 喂 我可以樂觀地 相信世界會變好 這裏其實是兩 兩種推論 就是 第一個步驟 我OK 我相信科學的方法 自然科學 是最可靠的知識 之一 但是 問題就是 我信不信得 這種自然科學的方法 弄得好 同時令世界 回到正常 這個是 不是科學裡面的 討論範圍 就是 我也是有一種盼望 所以 這裏 會不會是 反過來 其實我是首先 有一個盼望 然後我相信科學 幫我講 我覺得他做得好 就是 這種是盼望 其實這種是信證 或者 清不上是知識 對 就是 我覺得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可以拆分的話 就很有趣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是 有這個盼望 我認為正常人 都會有這個盼望 並且 其實 我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剛才 應該記得的 除非你 老人之外 剛才我們搭車的時候 我覺得 是 都幾反映了 我們 就算 叫做陶禄室的人 都會有一些傾向 就是我們剛才搭車的時候 我們 跟朱文 跟著 跟四哥 今天沒有來 一起去搭車 聊天 聊天 就是 聊天 電台 我不知道 在座 大家都年輕 我想 比較少人 真的聽電台 電台 不是 不是網上電台 是說 你要 你要去 扭什麼 扭心機 FM多少 AM多少 那就是電台 我們談開 因為我們 就說 以前 我們成長的年代 年輕人 就會是聽電台 某一個電台 或者以某一個電台 作為一個潮流的準則 是 跟著 去到現在 其實 反而應該 可能大家都 沒什麼 聽 甚至不懂得用 收音機 我懷疑 不是的 考試 需要 考試 所以你們懂得用 而不是因為娛樂 或者因為消遣 所以你們懂 你們才用收音機 跟著 我們聊聊聊 我們就 我們都知道 應該很多人 是不會聽 是 我記得 四哥說 他有一個察覺 就是 時代變得很快 是 他 不能夠用以前的準則 去判斷 其實現在發生了什麼 會不會是四哥老得很快 哈哈 但其實我覺得 我們都會有傾向 即他用一個例子 就是 張國榮 意思就是什麼 即我們不是說張國榮差 甚至乎我們 幾個應該都覺得 張國榮是一個巨星 是 那接著有時候 我們 或者起碼我 我不屈你們 我和四哥 都會有一些想法就是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講到 譬如說 香港的 起碼流行 或者娛樂 這麼厲害 是 其實好像都去不了 所謂的 叫做張國榮的水準 是 那其實是不是 有問題 一定 還是反映回 其實我們 這些是一些所謂的 即是廢老的想法 或者就是 我們用 其實在說的是什麼 我們就是用一些 我們成長的環境 建立起來的一個 時代觀 價值觀 去看這個世界 而我們 在否定一件事 就是這個世界 其實是 不停的流變 是的 而這些不停的流變 如果你 批評它 純粹因為你的 生活成長的時代 不是那個時代 那這是一個 無理的批評 嗯 那 其實 會不會是 我們當了 以前的 某一種 東西 成為標準 是的 因為其實 跟疫情 這個 topic 一樣 流行的 這種 想法其實一樣 就是 你當了過往的一些 事情 作為一個標準 就是 一個船 好像一架船 拋一個 當了那個 十字架 的一個 坐標零點 所以都依據 這個零點 XY軸 零點 中心來做 判準 就是 譬如 我怎樣看 現在的歌手 拿回 四大天王 可能是這樣 可能是這樣 80後 70後的人 可能這樣想 那 這些事情 其實就是 疫情前後 其實都有的 我們會覺得 世界正常的話 應該可以 一年去一次旅行 是的 世界一定 有一天會好回來 然後回到那個狀態 那 是否真的會呢 所以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懷疑的位置 我覺得我們 我覺得 要說回 清楚一些事情 就是 就這樣說 好像說到 我們 我怕是危險 我怕有些人誤會 就是我們 應該要接受 世界 潮流 時代的轉變 但是我覺得 這個意思 不是這樣的 而是 其實我想提到一個 就是 Dramatic 說 我會形容為 這個是 李斯奇的精神 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我先交代發生什麼事 就是 我們 很清理 陶獨室 有一個Instagram 帳戶 我們就會 因應個人的喜好 會加不同的人的帳戶 多數都是 一些 女性 然後有一天 好像嚴肅 還是不重要 不知道誰發現 有人 追蹤了李斯奇 那 就 大興 問罪之師 那 那 當時我不是在Live 所以我沒有辦法 去說回 其實我追蹤的 那 為什麼我追蹤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 我很欣賞 一件事 就是 他那種精神 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 他會 不會因為自己的一些 成長的背景 或者甚至乎不是成長的背景 就是李斯奇 就是大家不要覺得他是 就是普通的藝人 不是啦 就是他在演藝方面 是很有成就 就是 真的是一個有成就的人 但是他都會懂得去 欣賞 我不覺得 就是他可能都會有一些價值判斷 就是覺得好還是不好 但是他起碼會接納這件事 或者不會用一個 一個 跟他相反可能就是 所謂的廢老精神 就是我這個時代 你這麼揮煌 你現在你看看他做的什麼 你現在香港電影 每年拍的那五十幾部 我當年的時候 我當年的時候 可能說 每年幾百部 還要是買附的 就是 我宣傳 今天有一個 香港金像獎的頒獎典禮 所以大家都留意 那 如果你用這個 這個想法 那就差了 但是其實 我覺得 大家要理解 一件事就是 時代的轉變 是很行不常會發生的 是 你可以批判他 你可以批評他 但是這個 的確是一個事實 是啊 但是你批評的準則 就不要用一個 你沒有經過思考 就理解的一個 所謂正常去想 因為那個所謂的正常 其實不是必然的 是一個 norm 來的 是 本身未必是合理的 是 我覺得是 其實 我想做一個 就是這樣 其實我有 類近的看法 但是有少少不同 因為我會覺得 應該這樣說 疫情或者 這些剛才的例子 全部都是例子 這個世界變得很快很快 無論我們多不想接受 都要認清一個 這樣的事實 實際上 它是真的 在這裏變得很 甚至乎 其實你問我 其實有很多東西 很不喜歡 新時代的東西 包括是 電話 其實我很不喜歡電話 其實認真 很多人經常打電話來 為什麼問我經常潛水 或者為什麼經常不聽電話 其實我很怕聽電話 我覺得很煩 第一 我很討厭Whatsapp 很討厭任何的Messenger 很討厭電話 我只是想躲在那裏讀書 雖然我們那個年代 當然有這些 都有ICQ MSN 我那時候都不覺得很討厭 現在我又覺得很煩 找一個這麼急速的年代 找一個寧靜的空間 是超級難 但是而且這個問題 這個年代是越來越快 就是 不是我看是越來越慢 而是他真的越來越快 你是 沒有辦法之下 就算是跟你說 即是怎麼說呢 即是 譬如我們這些這樣的 文人 譬如我和我們同行 很多文人搞書 我們經常都說 理論是覺得 批評的時代很快很急速的 但在跟他們相處的時候 即是除了我們同屬室 他們都很要求你們做Messenger 不應機的 都說你們 即是 所以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即是有時候就會說 我是不喜歡 但是他在那裏 那我又沒有辦法 不理他不用 那所以問題就是 批不批評他 喜歡不喜歡他 這個是Value Judgment 所以有時候 我經常說那些 要先防止Value Judgment 是有用的 因為 你無論怎樣判斷他 你首先都要預設他 喂 他真的在那裏 那時代真的變得這麼快 你無論怎樣 你媽媽都是經常 找電話打你 然後 經常都告訴你 你電話不通的 沒有人聽喔 那 所以 我也覺得 很不想接受 你也要接受 但在這個前 在批評 這個是批評他的前提 接受他在那裏 跟我們去拒斥他 是兩個態度來的喔 因為如果拒斥他的話 其實是沒有辦法做那個批評的 即是我將這件事 放在我世界之外 我想入深山 荒野做野人 不用熱水 不給電話費 即是 其實在一個行動上面 去做一個社會的改造 其實是不行的 因為你已經跟社會 構成了一個 距離 而且你想脫離他喔 那你不在其中 你不肯承認他在你旁邊 那你 怎樣去做什麼改變 這個沒辦法接受 但接受他在那裏 不代表他喜歡他 這是很需要分清楚 而我覺得有個位置 是 即是疫情呢 其實很關乎我覺得 或者任何的一些 一些 unexpected的東西 都很關乎到一個一個概念 我覺得是叫意外 即是 意外的發生呢 即是譬如這些 疫情是一個意外 即是家人可能有事 是一種意外 那 這些東西呢 其實是你無論 多不喜歡他 你都要承認他是在那裏 先的嘛 作為一個基本的前提 即是譬如 這些意外究竟是什麼呢 其實我經常都在想 就是說 會不會是 我本身遇上這個世界 我很正常的 那天天都是 遇上上班科學的啦 那家人天天天遇上都在那裏 那就是有朝一日 咦 有些事情 Out of 你的 expectation 有些事情發生了 令到這個 情況崩潰 但是你 未發生之前 你又不知道 他是什麼來的 即是你沒有辦法 當他是一個知識 那樣討論 意外最神奇的東西就是 你根本沒有辦法 知道什麼叫意外 那個意外有些什麼內容 那但是當你發生的時候 他又完全衝擊你所有的 知識體系 整個世界觀 整個價值觀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有時候一個後疫情的感受 其實回到最後 我覺得 究竟人有沒有一些方法去 當我們面對這些這樣的 那麽龐大的意外 我們怎樣去面對 即這裏看起來好像很 Psychology 但其實裏面其實有 價值判斷也有 Philosophy的部分 因為這裏第一是 關乎到什麼叫 Well being 即我們一個好的人生 那是否需要接受 為這個世界有些變動 或者是有些東西 外出你的知識 你根本就要接受有些東西 是你沒有辦法知道的 而那些東西會衝進來 撞爆你的世界觀 是不是這樣呢 那第二點就是 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 即是 有沒有一些 即我們說到 這些是自學討論到的東西 那是否 這種生活方式是好一點的呢 即我們是否接受 有些世界有意外 心裏面有個 某種 Ready 有種Readyness 去 預備這些事情 是否會好一點呢 所以我經常都在想 我們應該怎樣去面對 這些龐大的衝擊 即是 因為很荒謬 這個是真真正正的荒謬 我們 人生裏面 所有事情可能 很多 preparation 即可能有些人 可能做幾年前去做生意 他突然間 喂 一個疫情 一聲 你不用開什麼 搞什麼飲食 你開了更大鑊 你馬上全部可以回家睡覺 真是收皮 那 那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這些是超級大衝擊 即 這個衝擊 不是在於我的 personal experience 而是 他本身這件事 這個所謂的意外 什麼叫意外 對於人來說 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義 即是我們經常都說 即是 講知識論 或者講那些東西 是不是可以理解到 是不是人家有些東西 是沒有辦法理解他 然後我們一定要接受 我們有這個限制 嗯 是的 金仔我覺得 一個point 我覺得很好 就是 意外 而我們也都意外地 因為 遲了開始 所以 要 要 很快就完結了 不過 我們是不是 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問題 Q&A 我們 應該 剩下幾分鐘的時間 雖然 大家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是 是 我們剩下幾分鐘的時間 兩三分鐘 對 兩三分鐘 我 我要補充一點 是 正所謂 你有沒有聽過 現在一首歌 幾出名 叫做 有些東西不能說 噢 總之 我有聽名 我不具體說些什麼 就是 呃 意思就是 呃 很多人去 批評 現在的 處境 現在的社會 但他們批評的方法 是用回 以前 某一個時代 譬如說 港英時代 是 去做一個 norm 去說 但是 呃 我覺得要 bear in mind 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 呃 我們不應該 純粹 有一些印象 以前 啊 譬如說 港英 或者怎樣的時代 是一個好的時代 所以我們就 用回他們所有東西 去用 嗯 如果我們要批評的話 應該真的 用回理據去批評 因為 其實 就是 這個是歷史的問題 就是其實 譬如說 你說港英時代 很多 很多有問題的事情 都是在那時候 而發生 是 譬如說 我不說有沒有問題 或者是現在有的政策 譬如說 呃 一些 呃 一些 呃 某一些 權力機關的權力 譬如說 英國的 英國的公權力 經過本土的那些 執法者的權力 和香港的執法者的權力 其實是 很不同的 就算是殖民地時代 都不同的 嗯 其實 你看回那個時候 其實你也是看到 其實 可能有些問題 呃 本身不是因為 呃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的年代 做一個準則 而是應該 而是應該 真的 理性地 去 判斷 嗯 那我覺得 大家要 上面那些會不會有些 做一個理性的人 用不到的 用不到的 還是我們其實都差不多 對 對 好 好 那多謝各位 多謝 這次 在這裏 在這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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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有一位 問題 有一位 聽著的問題 就是 呃 變對巨大衝擊 就是 就算我們認知到 那樣東西是不合理 不道德 但是 我們沒有能力去 改變的時候 那我們去 嘗試去適應 呃 勉強去反抗 反抗 會不會是 純粹是一個弱者的表現呢 呃 我想要講清楚的問題 嘗試去適應 和勉強去反抗 是兩件事 兩件事 就是你適應的話 應該就 不 應該就 不會是反抗 就是 究竟你想說 反抗是不是 都只不過是 弱者的表現 還是適應 其實就等同於是 弱者的表現呢 那我覺得是兩個問題 或者我要再講多次的話 就是 其實很簡單的比喻就是 呃 呃 譬如 如果 講 煮食來做比喻 就是 如果我們要 學煮食 例如煮生炒骨 這樣 譬如我現在是沒有能力做的 但起碼認清了我沒有能力先 這個 才是第一個步 認清了我 切東西又不行 炸東西又不懂 家裡連鍋都沒有 那你起碼有這個基本事實 你才可以一步一步去 發展 去你那個 那個 那個 終點 所以這個位置 是要 從一個事實 首先接受那個事實 然後才做一個 value judgment 意思是這樣 其實是 而不是說忍 就是 因為我們 這裡想強調是 你接受那個事實 你才可以 之後做一個 發展 就是 如果你都不知道原來 你從頭到尾都不會切 或者你都不知道 你跟你距離 你想做到的事 究竟有幾多 有幾多 有幾多 一個步驟可以追 的時候 其實你沒有下一個步驟可以走 也沒有下一個步驟可以去變好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 這樣 這個是一個關鍵的位置 因為 搞不清楚自己的位置 很難走 還有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的確 就是究竟 什麼叫做 適應呢 還有其實 我覺得可能要具體一點 就是具體一點才說到 例如說 死癮是什麼意思 就是 你是不出聲 還是用僅有的空間 去說話 還是怎樣 逃避呢 那 要分回個案子去說 具體地去說 其實你在面對的是什麼 是 是 我 雖然聽起來好像有點行 但我覺得 未必有一個很一致的答案 是 你真的要看回那件是什麼 譬如說你忍的是什麼 如果你不忍的話 你的代價是什麼 譬如說 如果你 其實 其實 譬如說你面對著 是一個很不合理的政權 他有一條規例 就是你丟垃圾 你會判死刑 那你覺得你這條規例 是極不合理的 那你的對抗方法是怎樣呢 你是不是所以你就隨街等垃圾被人抓去殺死 那你會覺得 那是不是 那是不是 就是表示這樣才有勇氣呢 其實很荒謬 反而在這些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就忍囉 是啊 我們忍不會說你是弱者 因為你不敢等垃圾 所以我覺得是 是要具體地說的 這種就不是其實叫忍 因為要反過來 你不忍 有另一個字更加好 叫魯莽 是啊 這個是 這個是 有些 講日本話 用一句 有一本書叫 什麼 講武士道 有一個日本人叫 武士道不是亂來的勇敢 他的意思是說 你在應該出手的時候 才會出手 才會是真正的勇敢 否則就是魯莽 其實阿里兆多德都會這樣說 你會判斷事實去到哪個位置 好 但是 我想我們應該差不多了 我們都已經 再把人家的時間 是啊 好 多謝各位 也多謝 好 謝謝 希望大家多點留意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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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